那山藥或豆漿這些東西啊 其實跟腺炎腫腫的影響性是沒有 沒有像保健食品的影響性這麼大 所以其實你偶爾吃一點山藥 不會直接造成它的產生 對 其實是量的問題 所以不會啦 飲食裡面要 我很習慣用豆漿或黑豆漿去取代牛奶 那變成是我的量就很多了 妳喝多少量 每天嗎 不會當水應該就還好 倒不至於啦 不至於嗎 所以其實也無所謂的 因為你是不能喝牛奶 但事實上牛奶跟豆漿它是不同類的 然後不能混在一起這樣講 但是因為你相對的 我們建議如果一天豆漿的量 大概取代一份的肉類 大概也是240cc左右而已 所以在這個範圍內 其實都算是安全的 對 那之前有些案例是因為可能它 我覺得應該跟生活的一個因素 還有就是它可能過量把它當水和有關 了解 因為我覺得不用在意豆漿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甚至有研究發現說 針對乳癌術後的婦女 她要去追蹤他們有吃這些豆製品 有吃豆漿幹嘛跟沒有 反而有吃豆的這群人 復發率還比較低 或唇膨不是比較好的 所以老實說天然的這些豆類的 黃豆啊 豆漿啊 毛豆啊 我覺得你不用太在意 因為你也不要把它 每天把它吃到撐嘛 所以是OK的 健康食品留意就好 好的 可是像這樣突然不舒服 假設我又沒有去找 就是去找嘉醫科醫師 那我要怎麼樣注意說 你們的一些提醒呢 還是我應該要再去找別的醫師 我們都會跟病人來講 如果這個症狀存在 其實你就是在 有時候定期做追蹤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定期追蹤 很多病人都會忘記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醫療單 我會去提醒病人 你什麼時候要回來做追蹤 那再會發現你的病情 越來越嚴重 我們常說其實 當你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表示你的問題在惡化當中 你一定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或是跟醫生做一個密切點的聯絡 OK 有案例嗎 嗯 之前有一個女生是這樣 她也跟珮琪一樣 她可能很年輕的時候 就有硬塊 然後很緊張去檢查 結果醫生就跟她說 你這是纖維囊腫 所以你要定期追蹤 那可能前幾年 她就比較勤勞 就一年來一年 後來就想說 不就是纖維囊腫 就後來開始隔兩年 隔三年 後來後來是不對 有一天自己洗澡才發現 我這個纖維囊腫 好像比以前明顯很多 摸起來感覺不大一樣 因為以前是軟軟比較表面 可是這次摸怎麼覺得 像骨頭一樣 比較硬又比較在深的地方 就覺得不對勁 這時候一去檢查就發現 乳癌而且是已經二期了 因為你已經摸得到很明顯 其實都不會是零期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然後她就問醫生說 你不是跟我說 這是纖維囊腫 這不是沒有問題 她說 我沒有告訴你說 它纖維囊腫裡面 不會長問題的東西 所以你本來就是要 趕快來檢查 結果你都 後來隔了很久 因為你就覺得 我就是纖維囊腫 所以第一款 就自認為自己是纖維囊腫 還有另外一個 剛才你就說 可是如果有分明文 如果在哺乳期 應該OK對不對 沒有 之前有一個 新手媽媽就是這樣 因為她覺得說 我在哺乳期 所以有時候 寶寶會咬破她的那個 你這麼想不露餅 她想好緊張 對 我想說 剛剛不是說 餵母奶很好嗎 然後 那我餵了三胎很好 非常好 然後她也是在餵母奶 可是她餵母奶的時候 她就發現 有時候 前面會有點破皮 甚至有一點點腎血 會有分泌 然後她就在想說 一定是寶寶咬不到的 因為有時候寶寶不大會 她就咬不到 所以她說 應該是這樣 然後不舒服就覺得 有時候就是為了 乳腺裡面或幹嘛 所以她也沒管 她就一直撐喔 她想說要多給寶寶喝 所以寶寶喝很久 結果到後來呢 她去的時候 她乳癌也是很好奇 為什麼呢 因為她原來是 她的那個乳癌 長在是乳頭附近 所以她那個分泌物那些 其實是她的乳癌在長 然後我心裡 你們心裡就想到 寶寶喝到會怎麼樣 會把它消化掉 因為衛生會把它消化 寶寶是安全的 那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們家 她是也沒有乳癌的病史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經驗 要知道如何去注意自己 有沒有這個乳癌的徵兆 除了這些提到的之外 其實以台灣的調查 大概80%到85%的乳癌的病人 他家裡都沒有那種家族死 其實為什麼說很多 說它跟基因有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為什麼說 後天的飲食跟生活的希望 會造成這個乳癌 在台灣這幾年來 這麼多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雖然你沒有家族死 你本身還是得配合做一些自我檢查 那過來一般來說 如果大概沒有家族死的話 大概45歲以上 你兩年要做一次乳房的S光攝影 可是如果你有家族死 二等星之內 你的媽媽 你的阿嬤有這個乳癌的話 你可能在提少到40歲 就必須做乳房的S光檢測 所以就是說有家族死期跟沒家族 基本上你是做的 你時間點要往前 可是你自我的提醒 自我的檢測 基本上應該十字刻都要注意 請問一下那個乳房S光 就是那個會把胸部自治 假的 假的 我現在有一種 好 來了 以前因為曾經某名女人形容過說 做乳房S光檢查 就好像是被 乳房被電梯夾到的感覺 對啊 據說是那麼痛 可是現在有些醫院 它會提供一些比較好的 它那個其實 它一樣是用夾的 但它會有一些弧狀 弧形 所以他們發現相對呢 疼痛度會減低 所以第一款 比較有弧形的電梯夾過 因為這樣子 你想想看 彎彎的夾 夾得很扁跟有弧度是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 現在有一些畸形 其實它已經不適感大幅降低 那第二個 如果是覺得說夾很痛 它可以建議年輕型女生是 一年X光一年超音波 因為超音波就不痛 超音波也有效檢查得出來 因為它可以看不一樣的情況 所以你一年X光一年超音波 一年X光一年超音波 比較年輕的 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又覺得X光也是 那個怕 然後超音波也那個 還有一款是那個 你如果很有錢的 它就是用胸部專用的MRI 然後它就可以發現很小的 那如果是我們一般男生 要如何幫這個 家中的女性成員 或者是幫自己的女朋友 平常要住女性 你看你問的是真假 對 幫誰檢查 就是定期檢查 幫誰檢查 你說胸部以外的會幫他檢查嗎 不是啊 幫暖男嘛 他只檢查胸部 對 王醫師 一般來說 如果家裡的女性 基本上 我覺得其實男性的關心 就是提醒他 有沒有去做該做的檢查 因為台灣現在 國健署在推行那種 試癌篩選 基本上我們篩選的比例 還是不夠高 你提醒他去 那當然如果說你對你 親密另外一半的話 那如果說他自己檢查的方式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檢查方法還不錯 你可以幫你的另外一半做檢查 其實有時候可以發現 額外的病灶 王醫師 你就是講到他要的 對 我比較想檢查 就是我今天算了你醫生講的 對 或者是飲食方面 醫生你不要幫他檢查 你注意他飲食吃些什麼 對 注意他吃些什麼 可能也是幫忙的一部分 對 通常如果是擔心就是 可能家族死也真的是一個問題 然後如果說已經有乳癌的話 其實這些都是必要的因素 第一個不要避開這個 所謂高脂肪的因素 高脂肪其實是真的是一個 殺手 因為誘發的一個因素 比如說你今天乳癌 可能已經治療好了 但是我們曾經遇過就是說 他治療好之後 可是年輕女生他又在吃這些 高油脂的東西 他腹發比例其實是很高的 高油脂不是只有乳癌 高油脂是好多癌的 所有的癌 對 所以其實像你喜歡吃這些東西的 可是西化嘛 西化飲食就比例很高 再來就是 這邊雖然提到的是酗酒 但是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乳癌 就算治療好之後 我們建議是不要喝酒 就是酒精的東西 盡量把它拿掉 那當然如果說乳癌患者 每天喝超過6克的酒精 其實6克是很少的 6克是多少 大概不大約100CC的一個量吧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對 所以腹發率跟死亡率都會增加 所以它實質是一個觸發的意思 但是你要留下每天喝 每天喔 所以也有這種習慣的人 所以也有很多失眠的 所以很多人不是睡前 就講說喝一點點是OK 紅酒量很客氣 紅酒一杯 其實對酒的定義 我們定義就是說 如果你平常都沒有喝酒習慣的人 其實你不要因為 你要喝紅葡萄酒裡面的營養價值 你就去喝酒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喝酒習慣的人 那你可能在量上面真的是要控制 對 然後另外高糖的飲食 不運動 甚至於肥胖 其實肥胖跟很多婦科的疾病息息相關 對 所以包括乳癌啦 包括一些復刻的疾病 其實都是要做減重控制 還有煙酒其實是加重 長期的使用女性荷爾蒙這一塊 其實在醫學上 其實有各方面的一個聲音出來 到底要不要用女性荷爾蒙的藥物這一塊 我覺得如果要針對你的狀況 去詢問你的婦產科醫師 他才會告訴你你到底要不要用 那如果醫生告訴你你要用 其實你是可以用的 但是就是說你不要擅自自己停或是增加 那倒是保健食品真的就是盡量還是不要 如果有女性荷爾蒙成分的 包括說可能有一些是 雖然它做成的是比較西方 但是它裡面可能有加一些比如說 雪哈糕啦 越界草 就是那種類似像那種類似這種的 就是有一些雌激素的東西在裡面的 那盡量還是不要好 但是除了剛剛以理所說的這一些 我們怎麼樣 我們是補充一下 第一個 我們的體重要控制不要肥胖 那基本上尤其是停經之後肥胖的話會更麻煩 因為你更肥胖的話 它這些因子就會慢慢就浮現 那再過來要多運動 我們運動其實對任何的癌症都有它的幫助 那再過來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那些油脂高油脂的東西 基本上這樣子 那這樣如果說家裡有一些 你特別要有遺傳的話 或是你本身自己擔心好 就是你本身要去做適度的一些檢查 那基本上其實配合國健局的那種事來篩選的話 基本上其實這些好好配合 然後不要擔心害怕 雖然家會痛 我常說其實很多這些痛苦其實基本上還是值得的 真的 雖然說真的那真的是蠻痛苦的 可是我覺得說其實就跟生小孩子一樣 但是是有必要性的 那飲食竟然是影響這麼大 最後再提醒一下 到底還有怎麼吃是比較健康 其實如果你真的高質的一個食物吃得比較多 相對纖維真的要高一點 幫助排油部分 所以這邊有建議就是像糙米 地瓜這些豆椒類 所以豆椒其實可以吃的 適量是沒有問題的 對 然後另外這邊倒是針對婦科疾病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可以吃一點十字花科的蔬菜 那你一天裡面有三餐 建議一餐可以選擇 比如說像高麗菜 花椰菜 白菜 綠花椰橄欖菜 這個都是有幫助的 還有就是在乳癌治療之後 其實我們也會建議要加一份十字花科的蔬菜 然後就是預防所謂的發炎的部分 其實就是減少 就是要吃這個所謂深海魚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乳癌製造之後 我們建議它動物油脂的部分要減少 然後可是可以吃的就是所謂的一個魚的部分 魚的油脂可以稍微增加 然後選對油並且控制油量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用豬油或牛油或是奶油 動性 你可以用的是植物性的油脂 但是用植物性的油脂 剛剛提到高質飲食嘛 你的量也要控制住 所以以上是跟大家分享有關於乳癌的相關訊息 但是還有其他的口部醫學 來Eason 分享你的案例